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运他就能往生 所以你命中时 一念深念都往生基督世界 这两个字关心你能不能去 所以我们要有身心气愿 真意相去 平 这就是念佛功夫 欧益大师说得很好 生到西方基督世界 平位高下了 在念佛功夫的身前 一念佛功夫深 平位就高 念佛功夫的情 平位就低 关系的平位 你看他没有说念佛多少 没有说一天念几万生佛 没有说这个功夫前世 那功夫是什么呢 功夫是把你的妄想杂念给念掉 那就是功夫 念佛的时候 心里面没有怀疑 没有夹杂 没有间断 这叫功夫 诸位要记住 心里头那个佛没有间断 不是口里念的 口里念的断了 没有关系 你心里头那个佛不能间断 有人问了 这心里佛跟口上的佛有什么分别 好像一般人 我口里不念心里佛就断了 实在讲 有口无心 那就没佛 最重要是心里有佛了 你看 大师之源同章上说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那个念是心上有 你看中国这个念词 回忆 上面是金 今天的金 下面是心 现在的心 现前这个心 心上真有 想念 心里没有 那不想念的 口念不行 古人有一句话说这么好 说口念弥陀 心散乱 心里糊涂乱想 说寒破喉咙也往然 一天念的再多都没有 最重要是心上真有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心 把阿弥陀佛装在心上 这个意思很难体会 我们从个比喻上 祝一句明了 我过去有一年 在台湾 还住在京北的早年了 过年的时候 有一个老巨师 是我们图书馆的老同修 来拜年 告诉我 他说 京北阿弥陀 我现在念佛的功夫 很不错了 我说难得了 他说我什么都放下了 就是孙子放不下 你看看他 孙子放不下 我就告诉他 你能把阿弥陀佛 跟你孙子调换一下 已经成功了 他没有天天念孙子 他天天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心也先 孙子没放下 心里就有个孙子 那就把阿弥陀佛障碍住了 自己说功夫不错了 还是不行 各来一次 心里面真有 口里没有 真功夫 你看 他口里没有念着孙子 他心里真有 从这个比喻 都已经能够体会到 你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你一句佛号不念 你真念佛 你往生决定没有问题 不需要认出你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念是精心 不是口念 不要 有 有 有 东西